晚哥 不,是情歌 柔情绵绵,皮肤高潮,爱泪欲流的柔版 大家好,我谈谈古典音乐最美的马勒的柔版 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第五交响曲中的柔版 是他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它是交响曲的第四月章 由于其精致的美感和情感深度 经常作为独立作品演奏 在1971年,这首曲子出现在公众视野 卢奇诺·维斯康蒂和托马斯·曼的电影《威尼斯之死》 悲剧色彩的电影采用了马勒的柔版 在那部电影中,主角从小说最初的作家生活修改为作曲家的生活 有许多马勒生活的相同之处 使这部柔版便风靡一时 通过这部电影大大巩固马勒这部作品的优秀地位 但也给这个柔版具有了凄美的色彩 在1968年6月8日 《马勒第五交响曲》第四月章的著名柔版 出现在举行在为罗伯特·肯尼藏理弥撒中 伦纳德·伯恩斯坦在曼哈顿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指挥了这首曲子 当你听柔版时,你会听到什么? 一首晚歌,还是一封情书 是对死亡普遍性的反思 还是对人类爱情之美的表达 伯恩斯坦的指挥的柔版遭受了许多非议 西蒙·拉特爵士在谈论马勒第五交响曲诗讲 伦纳德·伯恩斯坦 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的马勒作品的指挥家 但我相信他误读了这个乐章中马勒的意图 这是马勒对他的妻子阿尔玛的爱的宣言 是用无法言表的话语唱出来的 它也是第五交响曲结尾的基础 所以这两个乐章实际上是一个长乐章 主题以不同的形式和结构再次出现 中曲有它的阴影 但实际上这是马勒写的一个交响乐乐章 其中有完全的喜悦,纯粹的赞美 著名的马勒传记作家亨利·路易斯·德拉格兰奇所说 显然,马勒没有遇见到或担心 今天某些指挥家在这部短曲中 所沉迷的过度缓慢在他们手中 这部作品失去了温柔和冥想的特征 变成了一首甜蜜的网歌 荷兰指挥家威廉·门戈尔贝格 在他个人的第五交响曲副本中写道 这首柔版是古斯塔夫·马勒对阿尔玛·辛德勒的爱情宣言 阿尔玛,他没有写信 而是以手稿形式寄给他 没有其他文字 他明白了,就写信给他 他应该来 他们都告诉我了 门戈尔伯格自己对柔版的描述是 爱,一种爱进入他的生活 让我们看看这首曲子的由来 在古斯塔夫·马勒的传记亨利·路易·德拉格兰奇 以绘画般的细节写下了1904年的夏天和秋天 1904年,当马勒创作他的第五交响曲时 是马勒和他的妻子之间快乐亲密的时期 马勒崇拜他的妻子令人敬畏迷人的阿尔玛 我们从阿尔玛本人和马勒的好友 杰出的荷兰指挥家威廉·门戈尔贝格 在他个人的第五交响曲副本中写道 这首柔版是古斯塔夫 马勒对阿尔玛、辛德勒的爱情宣言 阿尔玛 他没有写信 而是以手稿形式寄给他 他明白了 就写信给他 马勒应该来 他们都告诉我了 门戈尔伯格自己对柔版的描述是 爱,一种爱进入马勒的生活 交响曲中令人无限感慨的可爱的副歌 是马勒写给阿尔玛的私人信息 作为礼物无声地传递给他 下面我们听听这首曲子 在听柔版前 我们要看看马勒写给他妻子阿玛的事 这是马勒对妻子阿尔玛的情歌 根据阿尔玛写给威廉·门戈尔伯格的一封信 马勒写给阿尔玛了这样一首小事 我无法用语言告诉你 我只能告诉你我的渴望 我的爱 我的喜悦 我的爱 我的喜悦 我们从德语中很容易感受到 这首柔版的主题 可以轻松地横唱出 从这段德文诗的文本可以轻松地哼唱出的第一个主题 从第三小节的起始拍开始 进一步强调这确实是马勒对艾玛尔的爱情记录 让人感到回到了早期交响曲那种更具有歌唱性的风格与旋律 结构 这首柔版的主旋律是为竖琴和旋乐配乐开始的主题式 马勒为这首曲子标记为《Sir Langston》非常慢 和《Sir's Art》非常温柔 它的特点是缓慢的节奏 丰富的和声和高亢的旋律 这种配器有助于营造作品处的亲密和细腻的氛围 马勒和门格尔伯格在指挥大约七分钟 一些指挥家将它的节奏延长到仅十二分钟 即以利亚湖 因巴尔 赫伯特 冯卡拉扬和克劳迪奥阿巴多的录音 而柏林爱乐乐团的西蒙 拉特则在近十分钟内演奏了它 最短的记录表演来自门格尔堡 1926年七分四秒 伯纳德 海丁克 柏林爱乐乐团 1988年 十三分五十五秒 最长的商业唱片是1964年 赫尔曼 谢尔琴 指挥费城管弦乐团的现场表演录音 持续十五分十五秒 柔版 它长长的歌唱线条 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 作为爱的表达 柔版是交响曲的最终成功成为可能 以一种欣喜若狂的永恒品质移动 直到它减弱为一个单一的 诗意的音符 缘号中的 在完整的表演中 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从这个音符开始没有停顿 并导致了音乐中最动荡的胜利表达之一 一个疯狂的充满活力的回旋曲 赫伯特 冯卡拉扬曾经说过 当你听到交响乐时 你会忘记时间已经过去了 马勒第五交响曲的精彩演出 是一次升华的体验 梦幻般的结局 几乎迫使你屏住呼吸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点赞 更欢迎批评指教 下一期会谈谈 拉威尔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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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